民進黨市議員參選年黃兆輝以成就英雄公佈五大政見 並將要撒到民主推薦電池的地方形態 遵集到選舉的大經商行來選團的競選理念 還有不定時在樓口來吼用支持十八歲的公民款 這點委員提了也會告到來為黃兆輝騎台修天 也強調英雄是台南人口上街座行政区 在樓宿占對著當地發展的訴求推動更多的建設作為鄉親 既年年底大選漸漸接近 臺灣英雄民進黨市議員參選年黃照會 是以尋求英雄公佈五大政見 並且將會推到民主推薦電池的地方形狀 選擇選舉選舉大選項選項選項理念 到社區的時候我們將推動這個民主推薦 剛剛市長有提到 我們就是透過跟長輩們或是在廟頭或是在社區裡面 有一些聚集的人群的時候 我們推出這個民主推薦 然後呢跟他們一起分享 然後我們提供這個養樂多多多 這個建位成長 它其實也象徵著我們是服務多多 我提出的證件多多 希望說用這樣子來吸引我們的鄉親朋友們的認同跟支持 那接下來呢也會有在入口 我們因為這次的這個選舉 也有搭配了這個 18歲公民權的這個修憲的副決權 我們也會抵造四個不同意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三國主的在一個街頭宣講 我們這次就是提名三席 也希望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認清我們這三席的這個民進黨提名的市議員 全力的來支持 讓我們永康三席提名民進黨市議員 都能夠三席全上 在做四個月中市長文維台也搞定 為英康區黃造輝和安南區蔡立青 兩位參選人騎台立庭 並且強調英康是台灣人靠最多的行政区 會期間對電影法典的訴求 推動更多建設來做鄉親 好向的歉疑是從我在第一次選立委的時候 提出來的證件 我那個時候是從永康的議員開始選立委 那現在經過當十四年立委 在四年的市長之後 已經十八年 泡銷之後 一直在鼓勵朝向遷孝的過程 那用泡銷遷移了之後 所遺留下來的大筆土地 泡銷的地方 就是未來有它發展的一個新契機 因此除了泡銷之外 還有它都市的這個成長的過程 我們都很希望說能夠讓文康變得更宜居 林靜隆期晚餐選領環照會標示 接下來會套過英空行腳 跟基盤坐單位 以及在樓口雙港 互有支持十八塊公民款 因此一心就英空 交通、基礎、遊憲、文教 社會好生活上五大政兼 今來得到選民的林董和支持 典燃希望成就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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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肖建為英空哭 插謊報道 典燃希望成就永康 他愛你們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